此树是我栽 此山是我开 又想从此过 留下买路财 你这司 是个什么鸟人 不在家里好好睡觉 跑到这里拦路街道啊 说出我的名 吓破你的答案 做完了 好好听着 答案 就是俩月前大闹江州 后又投奔梁山的 黑炫风林魁 实相的 留下买路财 便饶你一条性命 没你娘的鸟姓 好的胆子 是爷爷应付 他 他 爷爷饶命 爷爷饶命啊 饶命啊 这看你的狗眼看看 爷爷才是黑炫风林魁的 你竟敢在这里拦路街道 坏了那名声 今日啊饶你不到 杀一个就等于杀俩啊 爷爷杀你就杀你 咱是杀两个 爷爷听我说 小的爷姓李 名叫李鬼 只因家中有九十岁的老母无人赡养 所以孩儿才冒你的名声 在这里吓唬一些路人 但凡那些路人 听说黑炫风林魁 就偏下刑类远逃而去 小的也是虎欠钱财 不曾伤人精明啊 你要今天杀了我 我老娘真的要饿死了 我那 我那可怜的娘啊 我那娘啊 好好好 好了 你倒还是个孝子呢 好了 我今天回家也是金老娘去的 那 俺如果杀了一个养娘的人 那天地不容啊 爸 爸 爸 今天俺不杀你了 饶你性命 多谢爷爷不杀之恩 不顾 你记住了 从今往后 不许坏了爷爷的名声 我就再用十条命 我也不敢呢 爷爷 我 我不敢 不敢 我也就是 养着您的名声 在这里才有胆量 吓唬吓唬路人而已 罢了 罢了 俺还要回去看老娘呢 爷爷坐好 爷爷爷爷坐好 看你也是个孝子 给你些银两 回家给老娘买些衣物吃喝 好 俺还要赶路呢 爷爷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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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坐好 俺是个路过的 这肚中饥饿 又寻不着这个酒食店 俺这有银子 你做点酒饭 与我吃吧 酒到没地儿买 饭倒是可以给你做 有饭也行啊 我这肚子都快饿出个鸟来了 那进来吧 哎呀 哎呀 哎 哎 一生米够吗 哎 做三生米来 大嫂子 你这儿可有肉吃啊 俺有的是银子 你可别舍不得啊 等你熟了 我到猎户家 给你逃点野兔肉来 好好好 要逃便多逃去了 俺有的是银子给你啊 哎 好 都宁父 啊 哈哈哈哈 哎呀 哎呀 當家 הי 到家大 这 这 topic 这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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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了大半天 好不容易等了一桩买卖 你猜他是谁啊 谁 正是那真正的黑帅风凛鬼 哎呦 我的妈呀 让我吃了一刀拿点没命啊 那 那他怎么又放你回来了 怎么放我回来 哎 我就骗他说 我家里有九十岁的老母 杀了我一个不就等于杀两个吗 哎呦 那个黑鬼竟然相信了 他还送了我一大地银子 你 你看 让我回家 好好孝顺老娘 我将计就计就赶快溜了 我怕那黑鬼变卦呀 我就在树林里多藏了两个尺寸 我这么 家里来了个黑大汉 他让我给他做饭 莫非就是那个黑旋风李奎 没出息 没出息 你这个没出息的 既然他来了 我看见他包里有那么多的银子 倒不如我们用鲜膜汉药 把他下到菜里 完了你我再下手 弄一些银两 神不知 鬼不觉的 把那个黑鬼的人头送到官府去 三千关支三千关 三千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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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次 接了爷爷的道 爷爷饶了你的性命 还给了你爷俩 如今 你想害爷爷 还想要我的命 都是那婆娘啊 今日我不杀你 我 你 天吏哪种啊 害我 爷爷 哎呀 阿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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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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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噓 噓 哈哈哈哈 娘 娘 天牛 是我儿天牛回来了 娘 娘 天牛回来了 天牛回来 真是 我儿天牛回来了 娘 娘 你看看 娘 你看不见了 看不见了 娘 娘 是天牛啊 你是天牛 娘 娘 不是刚才状况吧 不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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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牛 娘 娘 娘 我儿没有胡须 你是何人 前来夸我这小老婆子 娘 天牛里家数年 咱都不找胡须啊 儿真是天牛啊 儿是天牛啊 娘 娘 娘 我还记得八岁的时候 把上树打草吃 不小心从树上摔了下来 把头给摔破了 留下了一块疤 娘 您摸摸这块疤 疤还在呢 还在上面 还有 娘 按小时候 每晚睡觉 你都该按长腰卷 红按睡觉 娘 娘 我把这盘证验着老太太腰开连环的 我把这盘证验着老太太腰开连环的 真是我那孤零腿啊 你走了十年十年哪 娘是朝夜四暮夜想 俺想你想的流干了泪啊 孤下了俺的眼哪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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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养育之恩 海岸还没有报答 反连来你老人家 孤下了说言 俺爹牛 俺爹牛不是个东西啊 高宋娘你现在在哪里安身 娘 俺爹牛如今做官了 吃喝穿戴都不愁了 俺爹牛这次回家 就是接娘想服去 俺儿做了官了 对 做了官了 你大字 不识意懂 如何能在官府做得了官 是极品官 俺做的是五官 对 俺们那儿官不论品哪 论名 俺天牛官居第三名哪 这等好事 哪能贪到俺们穷人头上 娘 来 来 摸摸这大银子 娘 咱摸摸按着衣裳 娘 绸缎哪 不是粗布衣裳 信 信 娘信 铁牛有出息 有出息了 俺铁牛 这次回家 就是接娘去享福的 娘 娘 娘 大哥 你这东西回来做事 又来连累人 铁牛 铁牛如今做了官 特来接俺的 大哥 去 娘啊 大哥 休听他放屁 你听俺说 十年前 他杀了人 只顾自己逃走 不管俺这兄长 叫俺披下代索 替他受那万千的苦 大哥 前些日子俺听说 这畜生 又结了法场 闹了江州 上梁山 做了强人 娘 江州官府正赏钱三千贯 捉他呢 大哥 来来来 大哥 你听我说啊 大哥 你就和娘 随俺铁牛一起上梁山 梁山山的共鸣哥哥 带俺四亲兄弟呀 俺们大家都是大碗吃酒 大块吃肉 大成分金银哪 你我兄弟一起孝敬老娘 岂不快我 你还想拉俺做贼 俺现在就拉你去报官 你你 大哥 大哥 俺敌不过你 大哥 俺去报官 你你 大哥 大哥 娘 哥哥出去叫人来 就走不成了 俺铁牛现在就逼你走 走 陪我走 走了 娘 铁牛啊 娘看不见 你这是背娘去哪儿啊 俺铁娘上梁山 到那里去想夫家 铁牛 你真的上了梁山 做了强人哪 娘 你休听人胡说 咱们梁山上 那人人是英雄 各个是好汉 那众情义 将义气 那就一听钱插着赶大旗 写着替天行道的 俺们杀的那些 都是贪官污吏 土豪恶霸 从不掠贫寒人家 不伤善良的人 天正这回被你上梁山 那是遍地金银 天天有肉吃 天天有酒吃 你说得那么好 娘倒不敢信了 梁山真能容下咱们娘儿俩 俺前妞说的 那是句句是真的 俺那宋江哥哥 是天下第一等大好人 待俺生过亲兄弟呢 一定是个大好人 那当然了 等娘上了山 那就知道了 好 娘啊 等到了梁山 那俺那些哥哥可忙了 松江哥哥给您炖肉 炒盖哥哥给您烙饼 军石哥哥给您八大葱 娘就是过一天这样的好日子 俺就知足了 娘多少年前吃的肉啊 都记不得了 娘 爹就未会吃肉 都想着娘还没有吃上呢 但这回上了梁山 得使劲地吃 把这几年没吃的 全给补回来 天牛 娘知道你最孝顺娘了 娘 等上了梁山 俺再给你寻个好郎州 把您这双眼睛给您治好了 让娘好好看看 咱梁山上的众位好哥哥 好兄弟们 娘口渴了 你去弄点水来喝 天牛的嗓子也早就渴她某样了 可这四下也没个人家呀 等过了前面那道梁子 俺在山里学个人家 咱们吃饱喝足了 天牛再给您找个车子 天牛推着您走 听到这水声啊 娘越是渴得要命了 你 你听这水声 就在不远啊 你取了 赶紧回 好 娘 水就在前面了 这里有块石 来 娘先坐一下 娘 这山里的水呀 听起来真 看起来近 走起来可就远了 娘 您再忍耐一下 娘 您再忍耐一下 好 天牛这儿就给您徇水来 好 好 忍耐点啊 嗯 这也没个 没个家伙怎么盛水呀 好 就是他了 娘 水来了 娘 水来了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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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还来安老娘 娘 这是安老娘的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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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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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赵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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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这些猎狐 凭什么烟雾打猎的 真将那老虎还活着 真懒得老娘啊 恩人 只是你们家人的 楠大蟲 你就是俺们的恩人 是啊 恩人为 一领四林八方出了大海啊 更是救了俺们这些 穷猎狐的性命 恩人 让老虎吃了 老娘 俺才杀死老虎的 任容炳 以令猛虎作恶 官府陷进俺们这些猎户捕杀 就因为杀不得大虫 俺们不知吃了多少官府的棍子恶打 若再抓不到大虫 俺们的性命恐怕就都保不住了 昨夜听到满山虎啸 以为大虫又在作恶 今天一大早 俺们这才赶上山来呀 老虎现在已经死了 你们赶紧 抬着老虎回官府交差了 俺还要白鸡老娘呢 滚开 恩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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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娘啊 大虎是恩怨打死的 俺们不能 俺们不能贪功 是为恩怨到官府请功领赏 还不要什么功赏 老娘啊 恩怨如何也得给俺们回山下 回山下 让司令看看 到时候也知道 是给哪位好汉的娘扫墓啊 是啊 恩怨 老娘啊 大人 大人 这位便是大虎英雄 真的 那真是多谢恩公 那边请 请 请请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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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请 請请 请 你看 我也好到县上为壮士表功请赏啊 俺呐不要什么功赏 俺还急着赶路呢 你们替俺照顾好俺老娘的坟就好了 壮士自管放心 我等一定好好地照管 只是这旧菜都已经准备好了 还是请壮士吃了饭再走吧 俺这一路上 都不曾吃酒 可却还是害了老娘啊 这这这这 壮士请不要伤心 也不要过于难过 这仁慈不能复生 你呀一定要顺便节哀 咱们还是吃酒吧 还是吃酒吧 怎么样 请 慢着 慢着 不用着急 不用着急 我这酒也多得是 菜也多得是 保证管你酒猪饭饱 老林 老林 你看哪 这这么多啊 老林老师 都得让他往下 就是他 这个凉山的贼寇 谁啊 谁啊 你们是谁啊 为什么绑着啊 放开 你们这帮兔崽的 还是大虎英雄 快这样干啥 放开 我来问你 你可是黑旋风李逵 你是谁啊 报上自己的名号 问爷爷的名号干啥 哥哥 错不了 这司定是那梁山贼寇 黑旋风李逵 放开 来啊 把他给我抬下去 是 当家的 有人找您 请 带院长 珠桂兄弟 你如何来到此地啊 哥哥不放心铁牛 让我前来接应 他人呢 去百丈村了 他不让我跟随 这个时候 应该已经到家了 那我们先去接应他吧 好 不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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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大院长 这么慌张 什么事情 大事不好 黑旋风出事了 是不是被官府抓了 快说 到底出什么事情了 也不知道详细 只是听说 李逵哥哥吃醉了酒 被绑在了一令下的曹家庄 曹家庄的人 已经告到了县衙 县令老爷 派了接济杨雄和杜头李云 连夜赶往曹家庄 明日一早 救押李逵回县衙 这该如何是好啊 这黑牛又窗户 哥哥就是担心他会出事 所以派我们两个 前来接应他 结果不出所料 到底是出事了 只要是不把铁牛救出来 日后怎么向哥哥交代啊 这杨雄人称并关所 李云外号青年虎 这二人都是一身的本事 三五十人进不得身呢 此事不能力度 只可智取 哦 祝福兄弟可有什么好的计策 快快出来 不把哥哥说 这李云平日已碍与我交往 常教我使一些枪械棍棒 我跟他虽未成师徒 却有师徒之情 师父与杨雄更是情同手足 他二人常来我酒店吃酒 我有一条好计策 你们两个鸟人放了爷爷 不然爷爷挖了你们的膝盖 下酒吃 放了爷爷 两个狗官挖了你们的心肝 下酒吃 就好 放了爷爷 放了 兄弟们 来了来了 来了 快点 你们快去准备 好 好 师父 杨姐姐 听说二位抓了梁山贼人 黑血封李奎 徒弟诸父在这略被薄酒 为二位接风洗尘 辽表徒弟孝敬之心 朱掌柜你太客气了 哪里哪里 快点上酒上餐 李独头 你真是教了一个董事的好徒弟啊 朱缝 昨晚在曹家庄吃了半宿 已吃不下了 二位拿了梁山药饭 今又行了这许多路程 腹中定然饥渴 还是让兄弟们吃些酒肉再走吧 李独头 此地离县城也就三无礼了 咱稍作休息 也不负了主掌柜的一片美意啊 好 接近慢用 谢了 师父 吃酒 好 我给你拿肉去 来来来 吸吸酒 你这个歹人 来来来来 死到临头了 还想吃什么酒 好酒 等着杀头吧 来来来来 好酒 好酒 来来来 倒上 你们不给俺酒吃 待会爷爷起来了 我让你们的心肝下酒 我 都是点啊 哥哥 你 你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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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倒了 解牛 哥哥 你呀你 好了好了好了 别说俺了 快把俺解开绳子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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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舔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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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有物理 放过我 师父 舔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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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啥不让俺铁牛 杀了官府那死啊 若不是你吃酒探杯 如何有这一糟啊 知道你老娘不在了 心里难过 刚才杀了这许多官兵 你也痛快了 可那李都头是 是诸服兄弟的师父 如何杀他呀 这一场 怕是要害了师父的性命 三位哥哥先走 我索性回去 劝师父一起入伙 免得他会陷牙受苦 也好 那我们在前面路口等你 枪在哪里走 你个鸟人 舔牛 受药伤的李都头 我杀了你这鸟人 先给我住手 住手 师父 听我说一句 师父 天心听我一言 放开我 师父 放开我 承蒙错爱 受业于您 诸父感激不济 这是豹兄朱贵 现在在梁山坡做了头领 奉及时与孙公明的号领 召开黑血封李逵 诸父 才做下了这场欺失之事 现如今贪官当道 竟然要继续 要走了黑血封李逵 师父回去如何交代呀 定是要吃官司的呀 事业至此 不如随我们去上梁山 师父 师父 你可是个聪明人哪 你们今日海拓有家难回 有国难投啊 罢了 好在我没有齐儿老小 别无他路 跟着你们上梁山了 师父 以后我们可以在梁山共事了 我的哥呀 你为何不早说呀 害得俺俩打上一架 你等贼人休走 哥哥 哥哥 不要莽撞哥哥 你这是何意 难道你和他们串通不成 贴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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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戴宗 也是官府缉纳的要犯 原来是江州神行太保 戴宗戴院长 求养大名 实不相瞒 今日只为了救我梁山兄弟 一起当先 得罪了杨姐姐 事到如今 不如与我们共同上山 共聚大义 替天行道 李渡島 已经决定和我们共赴梁山了 是的 哥哥 事宜至此 我们一同上梁山吧 先帝 执意要走 哥哥怎会强求 各位英雄都是豪杰 我杨雄素来敬重 只是我人在官府 身不由己 事已至此 你们都走吧 我自己一人去找支县请罪 你 莫不是看不上 我们梁山 杨雄有家眷拖累 跟李都头比不得 另外 在下的叔父和支县 有旧交之好 莫料想 他也不会过分地难为我们 不至于走投误路 既然如此 那我们也就不再强求了 杨洁琪 请记住 日后若有什么危难 就请找我神行太保待宗 这梁山上一定会给杨洁琪留意习位置 哥哥 有肉吃了 你这死 你这等贼手贼脚 本性难改 大哥这有白书 那你别吃就吃了 来来来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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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大哥 大哥果然不吃偷来的东西啊 说实话 这偷来的就是比马来的吃的香 来来来来 大哥你这是何苦呢 这鸡既然已经熟了 就吃点填饱肚子再说 大哥 你吃一口啊 大哥是官府里的工人 他只吃米饭就吃了 他也吃肉 那我们倒不够吃了 来来来 吃点吃 来来来 吃点 你们好生不讲道理 为何偷了我店里的爆小鸡 你这店家如何无赖好人啊 哼 我看你贼没疏眼 就不是什么好人 今日店里没别人 那鸡分明就是你们偷的 拿贼拿脏捉奸捉霜啊 你又不曾抓住啊 你怎么知道我偷你的鸡了 那我店里的鸡哪去了 野猫吃了 黄黄脱了 我怎么知道啊 这不是鸡骨头 你怎么忍得这是你家的 这是我们在路上买来的 好了好了 店家 一只鸡才几个钱啊 赔了你便是 莫要争吵 那可是我店里的爆小鸡 少不得它 你赔我多少鸡子也不行 还我的鸡了 瞎炸火什么呀 我们今天就是不陪你了 怎么着吧 你们可看清楚这是哪儿 就想在这儿讨便宜 我这店可不同别处店 只把你们做梁山贼寇 拿去送官 你这死 我们好意陪你银两 你却要拿我们 你又如何知道 我们是梁山人吧 我们就是梁山好汉 想拿我们是吧 请便 有贼 来人 快来人哪 是有贼啊 快来人哪 快来人哪 都没事吧 没事没事 快快离开此地 好 走走走 快来人哪 快来人哪 publish 还快来人哪 快去 快来人哪 快去 快去 家人哪 大公 小心 好好 走 你没事吧 没事 山上有条小路 那还不快走 走 走 抓住大门 抓住大门 别跑了 不要吹了 大门 快 大哥 快 往这边 往这边 来 怎么办 去哪儿 这边 走 走 走 小心 兄弟 兄弟 怎么样 大哥没事 没事 没事 好 走 兄弟 大哥 兄弟 这儿的机关太多了 天又黑 我们不能乱闯 赶紧离开此地 明天一早再相办了 走 大哥 快走 护驾庄 护三娘到 走 娘子来得正好 昨夜我们活捉了一个梁山贼寇 正要审讯呢 你们这么多的人 才抓了一个贼寇 好 人呢 贼人就在里面 杨子请 我可是 听说你们闹到了大半夜 我才一大早赶来的 原来 就捉了这么一个小毛贼呀 你休想看我 我哥哥宋公明 正在发兵来救我 把你们这鸟庄 塔成平地 他宋江若是敢来正好 我把你们全数捉了 送到官府 今天我就先看了 砍了他 算什么英雄 你若捉住宋江 那 才算是真正的英雄 娘子说话算数 我捉到宋江之日 就是你我成亲之史 一言为定 可是 娘子有话请讲 你若是捉不到呢 这 好 好好伸手啊 好伸手 好啊 庄主 容杜星给您引荐两位好汉 并关锁杨雄 拼命三郎石秀 好 莫不是衣水县杰吉 人称并关锁的杨雄杨杰吉 正是在下 好啊 我常听杜星说 你是如何救他 如何的仗义啊 不敢不敢 走 里边请 好 你的大名啊 我是早有耳闻哪 请 请 干了 干 好汉 放心 朱家庄和我李家庄 是生死同盟 想必杜星和你那朋友 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 此事多亏哥哥仗义 我兄弟二人感激不尽 哪里话 兄弟见外了 石秀兄弟 干 杨雄的兄弟 就是我李英的兄弟 我替我石秀兄弟 敬哥哥一杯 吃酒 敬哥哥 敬哥哥 回来了 快快快 坐下来一起吃酒 为石秀兄弟押京 人哪 朱家兄弟不肯放人 还要将人押接到州府 朱家庄说 石秀是他们捉到的梁山贼寇 哥哥 昨夜的殿小二斗不过我们 就诈我说我们是梁山贼寇 是 所以才引来庄丁的围追 我的石秀兄弟 一向喜欢嘴上耍乖 定是他又在胡言乱语呀 下定 被拔 哥哥息怒 千万不要因为我兄弟二人的小事 坏了两桩的义气 兄弟休说了 周星 传令下去 见三百汉勇 立即出发 是 劫备联盟 保护村坊 哪次不是因为你们有事 邀我 要人给人 要物给物 从未博过你们的面子 我今日 向你们索要一个人 两次修书 你这个辱秀未干的小儿 却撕了书信 辱骂于我 我朱家庄与你李家庄相交 为的是共捉梁山贼寇 骚青这山寨 而你却接连反贼意在谋反 这哪儿来的同盟啊 梁山贼人 三郎小儿 你真是好眼力啊 那十千是投奔于我的客人 我宁网杀一千 也不放过一个 十千贼人已经自招 你不必在这儿胡说遮掩 黎英 你快走吧 不然我连你一起捉了 你个太发未退的小儿 你是找死 驾 驾 是你 Going toко 是没什么 你能不能有slap 是你 有了 我刚刚才英文 你快去找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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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你快去找死 不然你快去找死 庄主 走啊 哥 走 快 都是我等连累了哥哥 今日之事 也让我看清了他住家庄 平日 总听下人们说 住家的人日益猖狂 我也念着住老庄主的情意 一直敬着他 以后 我再也不会谦让于他 只是没有帮着杨兄弟 救出你的朋友 二位修官啊 哥哥 事到如今 我兄弟二人 也没有什么再隐瞒的了 哥哥有所不知 我家中的妇人 与人私通 又诬陷了我的石秀兄弟 我的兄弟情急之下 替我劫过了那奸负 我亲自手认了那淫妇 因此 我兄弟二人逃降出来 途中遇着十千 我三人相约 同去投奔梁山 结果不小心 惹怒了住家壮 他们绑了我的十千兄弟 又连累哥哥 遭此一劫 事已至此 我们只能到梁山坡去 恳请朝送二位首领 前来为哥哥报仇 救我那十千兄弟 既然二位兄弟旧人心切 要去梁山求援 我这儿也就不便久留了 结盟的事也就此罢了 李祝梁家的仇 也只能等我伤愈之后 自会处置 哥哥好生保重 没事 杜星 杜星 到账坊多吃些银两 给二位作为盘缠 哥哥 这可万万使不得呀 二位就不要推却了 暗梁山坡 自从火并亡轮之后 新旧上山的兄弟 哥哥都是光明磊落的英雄好汉 一个个下山去 从没有折了锐气 你们两个 竟敢冒我梁山的名目 做偷鸡摸狗的勾当 辱莫我梁山好汉的名声 我梁山坡好汉 个个以忠义为主 全是仁德于民 你们两个用梁山坡好汉的名声 去偷鸡吃 因此 连累我等受辱 今日斩了你们 便起军马 拿你二人手机 洗荡了那铸家庄 方才不如我梁山坡的声名 来人把他们推出去 斩了 对对对 对对 对对 是是是是是 是是是是 请哥哥息怒 杨雄石秀乃是英雄豪杰 那古尚早拾迁 本是灌走梁山之人 因此得罪了朱家庄 并非二位兄弟之责 二位兄弟目我梁山坡威名 不愿千里前来投奔 若将他二人斩了 岂不罕了天下英雄的心 宋江不才 愿为二位兄弟担保 恳请天王 饶恕他们这一回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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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老是这一回 哎哎哎哎哎哎哎 是啊 天王哥哥 听安田牛一句话啊 这二位好汉 那就是使过来信他 那罪也不知当斩哪 丢了性命也罢 却要是丢在咱们梁山坡 这要是传阳出去啊 那 那谁还敢到这里 来听哥哥的号令啊 是不是啊 是啊 说的是啊 田牛今日 倒是没说魂话 这二位兄弟 既然投奔我们梁山坡而来 就是我们梁山坡的兄弟 哎 可恨那铸家庄仗着有人做官 绑了十千 听到我们梁山坡的名号 不但不讲情面 居然还公然叫嚣 此时若伤了这二位兄弟 岂不是正中了他们下怀 还以为我们怕了他们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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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怕了 不怕了 哥哥 众兄弟也是为了山寨着想 此时我梁山 虽人马众多 但梁草缺失 朱家庄如此无礼 可正好拿下他们 以解梁草之忧 再说此时梁山正是佣人之事 岂刻自占手足之人 这朱家庄非打不可 还望哥哥饶过他们二人 好 看在诸位贤弟面上 暂且饶过你二人 但是切记 我这梁山坡忠义堂上众好汉 不做那鸡鸣狗盗之事 来人 给他们两个上酒 快来 快来 上酒 快来 上酒 上酒 来 谢哥哥不杀之恩 谢哥哥不杀之恩 我等愿不惜性命 戴罪立功 好 两位兄弟快快请起 山寨军纪严明 并非只针对你二人 即便是宋江有错 也要责罚 凭任何人不能包庇纵路 如今 又立了铁面孔木培宣 为军政司 赏罚分明 此乃山寨号令 众位兄弟皆要遵守 是 是 快点 好 来 畅快饮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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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来来来 吃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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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来 好 天帝 军师 来 哥哥 嗯 送江不才 愿带人马 领几位头领 杀下山去 一举拿下铸家庄 好 一来 为我梁山坡报仇 不折了锐气 二来 为避免古上草等人 被他住家庄羞辱 让天下英雄 效我梁山坡不护兄弟 三 则是得些粮草 一共山寨之用 第四 就是要请 蒲天雕李英 上山入伙 好啊 既是贤弟愿望 我又有何担忧 来 干 多谢哥哥 来 军师 请 干 兄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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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小小的一鸟破桩 能放弃什么大浪了呀 对不对啊 是 杀进去 砍了他们不就完了吗 砍了他们 砍了他们 publishing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哥哥莫要前行 前方有些诡异 这独龙岗乃是通往朱家庄的咽喉要道 断不会不设法 哥哥 小弟听李英说过 朱家庄主要靠内外机关防御外地 独龙岗乃朱家庄门户之地如此大开 定有埋伏 哥哥起看 贼人拿命来 闭娘 得得鲁莽 此路已被朱家庄埋伏 传令 后退十里 安营扎寨 是 从独龙岗上看 朱家庄周围树木林立 道路曲折 处处迷障 目前还不知道庄内情形如何 我看先派两个兄弟摸进去 弄清情况 做到靖客宫退友路 我说哥哥 我和天牛这手痒痒 你就让他当先奉啊 先走这一刀吧 天牛啊 若是冲锋陷阵 需要你打先放 可这朱家庄里面机关重重 像你这种直来直去的人 进去以后恐怕进得去 出不来啊 哥哥 不打紧 俺天牛装扮装扮 扮做个戏作 混进去不就得了 你们笑什么 笑什么 有什么好笑的 林教头你也笑啊 我看还是派两个精明的兄弟 混进去 最为稳妥一些 哥哥 就他的鸟装 何须这般费力气 俺天牛带上两三百个兄弟 杀进去 把庄上那些鸟人全给他砍了 还打他个什么呀 天牛啊 休得多严 到帐外去 换你的时候再进来 哥哥 就打死那么几个苍蝇 也许这么大惊小怪啊 不让去就不让去呗 听听还不行啊 我就听听 哥哥 我们两个刚从那里出来 情况略知一二 就让我们俩去吧 二位兄弟 你们出来乍到 还未歇转过来 还是我去 我也曾去过朱家庄 这位哥哥 这事是我们惹的 不能让哥哥们去 万一陷在那儿 我们二人愧疚终生啊 你放心 我去一定不会陷在那儿 哥哥不要争了 这事还是我们俩去 我去 不要争了 我去 还是我们去吧 你二人同去 一定要探明庄上的机关暗道 多谢哥哥 只是 现在我们大批军马在此 他庄上定有设防 我们二人 还需有些装扮为好啊 这又何难 哥哥 我要打扮成竭眼的法师 手里请着法环 一路摇将过去 师兄兄弟 你只要听着我的法环响动之声 不要离了太远就是 如此甚好 我曾经在冀中卖过柴 明日一早 我就挑一袋柴进庄 背心暗器 如果遇到急事 扁单也用得上 事不宜迟 不能等明日 哥哥 我们马上装扮 趁夜出发 好 如此最好 你们二位兄弟 一定要互相照应 小心为事 哥哥放心 我二人一定揭尽全力 打探好庄里装瓦的情形 让哥哥顺利地 带着大军杀将进去 我们这就去做些准备 做些准备 好 兄弟 多加小心 贼人长途疲劳 力族未稳 我们趁夜偷袭 杀得个措手不及 好 大刀控斧杀进去 叫他不敢小身散重架庄 万万不可 敌人锐气阵枉 气势汹汹 我们鹰壁气锋芒不能应来 鸾教师意味如何 几位小官人说得不错 梁山坡众人袭来 来势凶猛 以赴不得不归的价值 按在下之意 我们应该避时就须 发挥庄里庄外机关的妙处 只需诱敌深入 不可贸然出击啊 好 我们就来个守株待兔 以一境制度 你们三兄弟要分头行事 主龙 在 检查所有机关和巡逻守卫 不得有误 是 主虎 在 告知庄人防止奸细混入 家派探子探得宋将虚实 随时报来 是 主标 在 你和邻村的李沪两庄联络 以备策影 是 三儿 你有话要说 父亲 李家庄与梁山交往甚密 此次事又是因他而起 恐怕不会来救 西村除了护三娘 其他的人的态度都不甚明了 恐会坐山观虎斗 看着我们住家庄 与梁山贼人相争 坐手渔翁之力呀 没有两村侧影 我们很难遇敌呀 三弟 护三娘对你究竟如何 三娘虽然嘴上强硬 但她必铁心帮我 只怕护老头胆小怕事 不敢与我抗敌 我亲自去找那护老头 听说梁山坡贼军已经到了独龙岗了 听说梁山坡贼军已经到了独龙岗了 不知太宫有何对策安排 我住家庄 防备森严一手难攻 了得宋江也难乃我何呀 如此便好 也省得我们担心贵庄上下 你是在担心你自己吧 胡太公 你庄上有事 是 我可是没有不帮啊 今日我庄遇事 你可不能坐山观虎斗啊 老哥说哪里的话呀 一向三庄如手足相连 只不知那李家庄是何打算呀 李莹私自勾结梁山贼人 与全子彪儿劫下仇怨 恐不会来救 这笔账容日后再给他算